歡迎大家回到要塞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連續兩節將會是問答環節 歡迎你們打電話來提問股票問題 熱線電話204-6566 電郵地址依然是askfbschannel.com 馬上開始問答環節 這次的嘉賓是我們的分析員 閒志郎在這裏 安奈你好 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第一個電話 電話旁邊有詩小姐 你好 詩小姐 喂 我想問一問那隻579 我在14年3月13日買的 4.7買 說就說環保有潔能 不見氣候那麼差 我想這隻疾病會死 誰不知原來買了 就變成神台吉一直不斷陰乾 我想問還有沒有保留價值 還是阻力在哪裏 應該走一走 好 較早前買了 4.7的經能清潔能源 是嗎 5.7 現時來講 3.11 還在跌超過1% 但見到4日之後 公佈業績 嘉賓觀眾現在在想 究竟是否應該止虧 放了它 還是可以做什麼部署 剛來業績快到了 應否應該先看 我想你說業績上面 你說經能清潔能源 我相信你說業績上面 未必會做得太好 但我想你說聽到 在4.7那段時間去買了 在那段時間 的確的 講北京的空氣 或者內地的環保概念上面 去到現階段為止 問題都是大 你說環保政策 扶持等等的因素 或者是未來來講 一些政策上面 都是會利好這個板塊 所以我想你說從基本因素上面 長遠的發展上面 我想你說經能清潔能源 跌到這些水平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是有條件繼續拿著的 因為你說跌到這些位置 為什麼那段時間 有各拆扶持都仍然是下跌呢 最主要特別 講一些風電 天然氣等等 在去年來講 面對著 可能一些比較大的問題在那裡 風電 最主要見到 其實不單只是風電 天然氣等等 都是講這些能源 利用小時係數 就有個明顯下降的跡象在那裡 始終講下降的主要原因 都是跟內地的經濟 有個關連性在那裡 始終內地的經濟 如果表現得不是太好 就算新能源 能夠有各拆扶持都好 那你說能源股 始終跟經濟敏感度 都會較高 這方面都很難說 逆市會做好一點點 但是跌到這些位置 為什麼要繼續拿著呢 始終經濟層面上 我覺得現階段 有機會內地方面 最壞的時刻 有機會慢慢過去 所以我覺得再加上 理由於未來來說 政策層面上 仍然是離好這個版法 跌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我覺得調整幅度 未必會太深 雖然你說要上4.7這些位置 就非常困難 但我都建議這些位置 有條件繼續握著 只要不再跌穿之前的底部 兩個9.5這些位置 繼續中線持有 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後市可以看回 如果你要換馬 不妨等到股價 即是回升到接近4元 大約是3.8這些位置 才考慮去股出離場 好 暫時給少少耐性 好多一會 小小姐 先接聽下位嘉玲觀眾 第一旁今次有謝小姐 謝小姐 你好 你好 請說 我有兩隻股想選擇 麻煩你給我一個建議 好 一個是銀行股 兩個銀行股 是939和023 939和023 是嗎 是 這兩隻要買哪一隻好 或者兩隻都可以買 還有1186和390 這兩隻買哪一隻好 好 換言之 分別了兩個板塊 都想買一隻 應該怎樣選擇 是 好 先講一下 銀行股方面 內銀股一個是東亞 正是 Conseller 能看見到 dunno 建行方便已經是939 現在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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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1600 有5毫半,正在升为1毫半 这两个如何称呢? 两个银行股本身有很大分别 一只是本地银行,一只是内地银行 业务性质等等有很大的分别 但正如如Mac所说的 东亚银行现阶段 内地业务占比越来越重 内地面对着风险不良贷款上升 减值撥备方面不断增加 东亚都是同样被面对着这些问题 所以基本因素上非常一致 但是从公司估值那一方面来说 本地银行估值上其实不是非常便宜 面对着这些风险因素 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在 相对地,你说内云股 虽然风险因素相对地较大 但你讲建行这一只 我相信面对着 坏仗等等的问题在 真的没什么大问题 甚至说未来来说 随着内地有些政策刺激经济 建行的受惠程度会相对比较大 特别像之前提及到 地方债等等的问题在 对于建行、工行 这些大型的乐园股来说 帮助性会相对比较强 所以那两只 选一只我绝对会选建行为主 但是 就会留意建行近期来都升得比较多 这些位置绝对是一些高的水平 因为你见到股价近一年来 都是最多升到6.5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我就不建议 立刻去买的 等一等 看看股价有没有机会下来 6.4楼下这些位置才买 在6.4楼下买 可以将止涉价收到6元 我觉得未必容易跌穿6元 只要不跌穿6元 可以做一个中长线的持有 我觉得后市的目标 起码可以看7元这些位置 接着又是另一个板块 想二选一的 就是基建铁路股 分别是中国中铁390 现时升至近6% 做6.59 A股方面涨停 至于另外一只 就是中国铁建 11860 A股方面同样涨停了 现在这刻A股方面 做10.06元 先升超过4% 两个都有利好因素带动 整个板块 都是基于国务院方面 会议里面提到 就是 找中西部铁路方面的建设 也都强调有关的装备走出去 换言之 国策都是继续支持这个板块 相关股份都向上了 大二选一 怎样选 中国中铁、中国铁建 论基本因素上分别不大 关键可能会在于公司 未来来说在哪个地方上 特别海外分辨 中铁的情况 谁会做得好一点 这个会有最大的分别在 就看中铁的情况 今天有消息也说到 中铁建 在俄罗斯上都中了一部分 有一些部分的中铁项目等等 但其实你说如果两只 选一只 我自己会选中铁的 首先就说 未来内地 如果行一些宽松人间政策 包括再减息 减存长等等 这些因素在 对于负债水平高一点的 中国中铁来说 帮助性会比较大 另外你看到 近一年来说 中国中铁拿海外的项目上面 步法上面就相对地 是比较积极的 我觉得是会有条件看好一点点 但两只基本上 我相信走势都很一致的 至于什么位置去买中国中铁 但是我想你说看回到 今天受到一些相关的消息 刺激了上来 这些位置更加是接近 52周高位的 我不建议这些位置去追 但是我都相信未来来说 未必会有个很新的 调整幅度在这 所以我建议可以后回大约 6.4这些位置去买 在6.4这些位置买入 将止舍价 即回到5.9这些位置 后市第一个目标 我自己会先看7元这些位置 但如果做一个中长线的自由 我相信有个可以看得更加之好 看8元这些位置 都是有机会的 今天电话先暂停到这里 跟进电邮方面的问题 有位陈小姐 其实他问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问992 未买入的 想问一下这个买价和目标价 以及之舍价 另外一个问题 刚才刚刚都答了 都是问390和1186的 2-1 换言之 这个电邮我们答答992方面的问题 他未买入的 想问一下整个部署应该要是怎样 992就有联想集团 现时来说 11.02 暂时就没有升跌 假访观众想买 怎样部署 联想基本因素不差 就算近期来说 你说有报告 IDC都将全球个人电脑市场预测 上面再进一步下调 这方面对联想来说 当然有个影响在 但是其实过去几年 联想其实最优胜之处 是能够跑赢同业 特别在个人电脑市场上 争取到的份額 就不断增加 就算现阶段他们是全球市场的一哥 我都相信 虽然基数较大 但都会有条件 去继续扩充他们的业务 所以基本因素是向好的 但是 你说部署策略上面 我觉得联想这些位置 只能够最多做个短线的部署在这里 因为其实近期来说 跌升到12元这些位置跌下来 基本因素虽然是好 但是有时这些股份 就会担心 其实是面对着特别这些科技股方网股 可能股值较高 这个风险因素会影响较大 其实联想这些位置 股值也不算非常便宜 所以我觉得 未来来说 其实都有机会可能继续调整 所以最多 是做个短线博反弹的动作 我觉得如果你要短线博反弹 这些位置是可以的 但是就要严守 10.6这些止洩位 不跌穿10.6 问题不大 短线反弹目标 我觉得都会可以看回12元这些位置 但是升到12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不妨先股出离场 好 多谢陈小姐的电邮 接着我们跟进一下 就是另外一位 照Coverlucky的朋友 想问一下 就是一百零零中交建 他就说在9.68就买了 想问一下上网空间有多少 什么时候估出好 这只股份 刚才提及过 既然铁路股整个板块 都是其中一只 这只升幅没那么多 A股方面都在升超过6% 至于X股方面 升3% 做9.82 是不是这只股份受惠性 没有刚才两只那么高 升幅上的不一 9年观众有货 9.62元 现在来说赚钱 但应该是什么教育估许图 始终说 相对地看到 近一年来说 中交建的确的升幅 相对地没那么明显 主要原因就是 无论就是 这个基建铁路板块 最大的焦点 最大的增长动力 都是拿着一些海外项目为主 海外项目上 的确中国中铁和中国铁键上 发挥一个优势 会相对地比较大的 但当然 我觉得这只中交建 都会有条件继续持有 如果自然之带位买了 建议继续中线持有 因为未来 内地除了减息减成长 这些政策之外 有机会出一些 可能大规模的财政政策 去刺激经济也不奇怪 而这些财政政策 我相信都离不开 这些基建铁路项目 所以未来这个板块 都会有条件继续看好一点 虽然升得比较多 但这些位置 估值上 都不算非常贵 所以我觉得 是会有条件继续持有 从走势上面 看回到 我想如果不跌穿 9元50天线这些位置 中线持有问题 真的不大 所以我建议可以考虑 将指示价放在9元 继续中线持有 后市股价会有机会 突破52周高位 如果突破10.24这些位置 量度升幅去看 我觉得有机会 每次分可能11.2这些税平 谢谢安来 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先休息一会 转头回来 将会继续有另一节的问答环节 想继续提问股票问题的话 争取时间 打电话来了 204-6566 我们先休息一会